大家好,我是Prisisla 那今天呢,我们来到多伦多西部 一个叫密西萨加的城市 密西萨加市呢,是大多伦多地区 除多市本身之外最大的城市 人口高达80万 这里呢,也同样的非常多元文化 少数族裔中印巴人占比最高 其次是华人同胞 那今天呢,我的客人是一对年轻的夫妇 他们寻找自由产权的独立屋 待会儿我们一起去看看这几套房产里面的情况 待会儿见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套里面的情况 从它的这个装饰的风格呢 感觉到就是有点古典的色彩 进门的右手边是一个客厅 客厅跟饭厅呢,是一个长方形的连接 这种房型呢,也经常看到 厨房呢,是做过了更新 也做好了中岛 稍微有点遗憾呢 这个中岛呢,中间没有装水槽 然后厨房的另一边是家庭房 这个家庭房呢,保留了一个烧蒸火的壁炉 就是喜欢这种古色古香房产的朋友们 这一套可能能够找到它的魅力 然后我们上楼看一下它的那个卧室 台阶数不是很多 右手边有两间卧室 就是其中的一间 靠街 房间不是很大,但房心很规整 大概有个十平方米的样子 这里有另外的一间 现在主人没有在用,把它当做了二楼的娱乐室 那这个也应该有个九平方米吧 这间是主人房 很古典的风格 有一个步入室的衣帽间 面积不是很大 东西不多,可以放进去 这是一个主人房的卫生间 但这个没有浴室 只是一个powder room 洗漱而已 我们来看一下卧室对着的后院 哦,OK 它的后面呢 是临街的 但看起来这条路不是一条主路 但不管怎么说 后院临街稍微有点遗憾 我们看一下最后一间 卧室 这家人家一定是子女都走掉了 他楼上好多间卧室都变成了娱乐室 并没有当做卧室在使用 这间房应该有个十二三平米 然后这里有一个二楼共享的浴室 浴缸 洗手盆做刺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后院的情况 后院呢 已经做好了这个园艺的规划 做得干干净净 漂漂亮凉 还是很依人 虽然面积不大 但是有着这种很成熟的树 已经围好了这个花床 种好了花卉 大家可以听得到一部分的这个车身 刚才在楼上已经看到 它围栏外面是一个枝干岛 稍微有一点点困扰 但是问题不是特别严重 因为不是主干岛 最后我们看一下它的那个地下室 这个地下室呢 算是半完成吧 就是它只是涂了地平漆 放了家具 但是顶没有做掉 也没有做隔间 就是简单的下来运动一下 还是可以 如果想做掉的话 这边可能还要再花一些钱 今天的房产就看到这里 如果您有您喜欢的社区 价格区间和房产内型 欢迎您告诉我 我非常乐意为您实体待看 或远程拍摄视频 下次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